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无私的一套历史散文 他在书中的每篇文章都围绕了一个主题来讲述一系列的历史故事 在串讲故事的同时 作者还加入了自己犀利的见解 不断地提醒读者故事背后所隐藏的逻辑 而摊开这本书 你能感受到无尽的荒诞 但是又绝对地笑不出来 作者就想着 怎么给这类私通见惯 但又不能说破的游戏起个名头呢 吴老师是左思右想 生怕坏了读者的胃口 这最后勉强给他定了个潜规则 谁承想 这个不太学问的表述反而激活了大家生活中的许多感受 也让这本书大获成功 从2001年开始 潜规则就一版再版成为了各类书单推销榜的常客 手握潜规则发明权的无私 也凭借着自己在大众历史阅读领域的贡献 在2014年获得了时代执行者的称号 下面我就会用三个问题来作为线索 但你走进书中来认识潜规则的前世今生 它们分别是 第一 什么是潜规则 第二 潜规则影响到了社会上的哪些人 第三 潜规则为什么会像牛皮血那样难以根除 最后我们还会跳出这本书 来谈一谈该如何看待这本书 既吸收它的营养 同时也借助它开阔我们的思路 先来说说第一个问题 无私眼中的潜规则到底是什么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头 无私把潜规则看成是一个不成文的 但又获得了广泛认可的规矩 它像一种内部章程来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 后来的它又在一本叫做《血酬定律》的书里头说 对潜规则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界定 第一 它是人们私下认可对彼此的约束 第二点 它是大家自发形成的 能够减少人们日常生活中交往的冲突 第三 如果违反了潜规则就会遭到报复 第四 它违背了正式的观念或者正式的制度 所以只能以隐蔽的形式而存在 第五 通过这种隐蔽的方式 潜规则能够让人们获得一些额外的利益 如果不能同时具备以上五点 要么就是交际中开的玩笑 要么就是因为事情不合理 不太可能会产生制度层面上的重大影响 做潜规则它不够格 在我看来 以上这五点当中 潜规则对主流观念和正式制度的违背 是需要我们特别在意的 作者把潜规则分成了两种 第一 违背主流观念的潜规则 转正的可能性会非常小 因为社会主流观念是基本共识 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形成 变化的可能性很小 而违背正式制度的 转正的可能性则比较大 因为正式的制度可能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 与之对应的潜规则就可能在有一天会更加适应目前的这种社会形式 也就更加有可能转化成为正式的制度 明星两代官员苦于高通胀下的低薪酬问题 挪用贪腐成风 后来 雍正皇帝干脆就把这一放肆的权力收归中央 在俸禄之外 再给你一份银子 用来维持官员的连结 所以潜规则的活力可见一斑 所以无私就特别关注正式制度与潜规则的这种互动 当正式制度严重滞后时 潜规则就必然会出现 中国的古代王朝非常的强调 祖宗之法不可变 官员们不敢冒违背组制的风险去触碰刚性的制度 所以也就不得不制造出富有弹性的潜规则 否则你想要做成的事情就无法完成 当然 这些官员在应付日常公务的同时 再利用潜规则来为自己谋谋福利 甚至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 这更是家常便饭了 还有一些情况则正好相反 比如晚清时期引入了很多现代性的法律 因为变化的太极太快 条文和他们背后的理念只被少数的人理解和掌握 广大老百姓所熟悉的还是土办法 人们普遍的无所适从 也只有通过自己摸索出的一套潜规则来行事了 不过这次脱后腿的倒不是政治制度 当然 说到这儿 作者也只是从逻辑上来论证了潜规则产生的必然性 但是他到底泛滥到什么程度呢 这就要问第二个问题了 潜规则都影响了谁 大致说来 被潜规则影响的主要有三类人 他们分别是底层的平民百姓 中层的官吏和处于最高统治层的皇帝 第一类人是底层的平头老百姓 对于他们来说 潜规则是次一等的公平 什么叫次一等的公平呢 作者在书中用了一个小故事 来给我们解释了这一现象 清朝时 驿站要备足麻痹所需要的草料 按照正式的规定 这些草料应该由政府出钱向老百姓购买 但实际上 大家只能白白地叫出草料 才不会被官吏们过分地刁难 如果你表现不好 官吏不但会白收你的草料 还会在秤上做些手脚 额外勒索钱财 与这相比 早早了结差事 白椒草料总比上秤要强一些吧 与正式的规定相比 这种次一等的公平已经相当不错 可以接受 这第二类人就是官吏 对他们来说 潜规则主要表现为行贿和受贿 因为古代中国官吏的工资水平很低 一个现态仪的工资 大概也就相当于九十年代末下岗工人的水平 可是县探爷还需要打点上司 接待访客 晋级考核 汇报工作 这处处都需要钱 而那个时候没有计划生育 家里一般都有好几个孩子 夫人是更不能出门工作 加上庸人伙夫 排场一大 一个人的收入根本吃不消 所以行贿和受贿 就成为大家求生存谋发展的必备手段 这种行为是相当普遍的 甚至可以让大臣们来对抗皇帝的命令 明朝崇祯皇帝 曾经要求大臣韩一良 说出行贿和受贿的具体人员 可韩一良宁可让皇帝撤了自己的职 也不肯告发任何人 以免坏了潜规则 损害大家的共同利益 而熟悉历史的朋友们可能会说 历史上不是还有很多著名的清官吗 这些人不是可以证明 潜规则并非对所有官员都适用吗 但是在作者看来 这些清官的命运 恰恰证明了 潜规则在官员中的普遍性 比如明朝的海瑞 他是一个不行贿 不受贿 没有任何灰色收入的官员 做官是做到了相当于今天 负部级的职位 可是他去世之后 连丧葬费都凑不起 下葬时穿的衣服 竟然还是用葛藤的皮制成的 以至于作者都不仅感叹 这就是辛勤节俭了一生的 清廉政治的官员 应得的下场了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类人 也就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 他既被潜规则包围 也参与了潜规则的制造 一方面皇帝被潜规则包围 为了防范官员们贪赃不法 皇帝是建立了专门的监察制度 明朝皇帝朱元璋靠锦衣卫 来打听大臣的情况 他的儿子朱棣又设立了东厂 来刺探社会舆论 后来皇帝发现 这两个机构也有可能有所隐瞒 于是就让锦衣卫和东厂相互监视 但是皇帝还是不安心 于是在成化年间设立了西厂 到了正德年间又设了个内行厂 东西两厂都得受他监督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机构叠床驾屋 但所起的效果不大 宦官虽然是皇帝分身 但毕竟不是皇帝本人 加上权力与财富 是宦官唯一可以享受的生活方式 他们也乐于利用亲近皇帝的机会 被人潜规则 于是明朝历史上 出现了好多厉害的厂功 明武宗时期有刘瑾 明西宗时候有魏忠贤 刘瑾全力熏天 官员数职都要先过他这一关 当事人都叫他立皇帝 而魏忠贤被人称作九千岁 自内阁六部到地方周县 都有他的党员 各地派他马屁的官员 甚至在他得势时 为他立起了祠堂 焚香拜祭 到了最后 皇帝决定不再相信任何人 而是自己来出马 包办一切 所以清朝的皇子们 才会过得那么辛苦 除了过年 每天都得从早到晚 学习大量的功课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培养出全能型人才 为有朝一日登上大位 事事亲力亲为 打下基础 另一方面 皇帝又在制造潜规则 敲打过那么多的大臣 皇帝自己的招数 其实比谁都要多得多 一旦他们肆域膨胀 就会走下金鸾殿 和大臣们大成一片 因此 历史上好多皇帝 都会假公祭司 他们在卖官 开征临时税种 来充实国库的时候 都会打出自己的小九九 为自己搞起灰色收入来 这个时候 就没人敢提步子 所以呢 皇帝也会失去的 对臣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谈到这里 无私一针见血地指出 恶政选择了恶棍 帝国制度 很善于把常人难免的弱点和毛病 培育成为全国性的灾难 那么潜规则如此普遍 就没有人出来质疑甚至反对吗 这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问题 潜规则为什么这么牛 潜规则对所有人并非都有好处 所以他必然会遭遇反抗 但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质疑甚至反对潜规则的代价 都是相当高 久而久之 大家对潜规则表现出各自微妙的态度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第一 潜规则惹不起 官吏手握着合法伤害权 用一系列的制度工具对质疑者造成伤害 还不必承担任何违规的风险 进退自如 清朝光绪年间 一个读书人因为一笔乱收费 愤而上访告状 老百姓为了支持他 还为他筹钱 结果他反被官员们说成聚众闹事 非法集资 不但扰乱社会秩序 甚至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 这个帽子可不小 一不小心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最后这个读书人被投入监狱 差点死在里面 成本如此之高 大家自然不敢出来告状 只好乖乖的顺从 这第二点 潜规则惹不起但躲得起 如果说平头老百姓 还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摆平的话 那么在官场中的尔虞我诈 就有点难缠了 在清朝道光年间 山西一位姓林的知县 按照规矩 如实地孝敬了上司 但是不知道 哪个环节上 有人良心发现 秉公办事 这林知炫被检举 因此还丢了工作 于是他就依靠着 自己平时收集的铁证 将一堆上司全部解发 而且还显示出 极高的专业水平 眼看着一场大狱 就要兴起了 上司只好以巨款赔偿 这位姓林的损失 并且请他停止上告 看似荒诞的表象背后 有着这样一套逻辑 你上司受了孝敬 却还不放过 林姓林的过失 相当于 潜规则交易的一方 擅自改变价格 这就如同公开抢劫 除非有一方的能力 发生显著变化 否则潜规则是不可以随便改的 拿人钱财后 反而还要害人 对于无权无视的老百姓 或许可以 但如果是面对官场中人 就必然招来报复 这套逻辑发展到最后 就达到了 你不想参与交易 都不行的程度 清朝的嘉庆年间 一位官员去江苏 调查赈灾情况 因为不肯收地方官 送来的消灾费 拒绝参与潜规则的交易 他的同僚和随送 见捞欠无望 就干脆合伙把他堵死 然后谎报他上吊自杀了 而海瑞 抬出朱元璋组织 要用明朝开国时 定立的严酷标准 来惩罚贪官 结果招致一片骂声 也是因为他 单方面提高了交易成本 知道了这种威力 一些官员 即使不认同潜规则 也不敢公然反对 而是寻找一些巧妙的手段 把自己摘出来 躲个清境 明朝末年 掌握官吏去向的利部 居然发明了一套抽签的办法 硬指标都有数据 我们还得像模像样的考核 但是具体指派周线的时候 就要看你自己的手气了 抽中哪里算哪里 这个决定看似荒唐 但是却让利部这些官员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至少自己没了开后门的嫌疑 自然就不会被权势人物所报复 这第三点 潜规则惹得起 但躲不起 如前所说 皇帝处理潜规则 更像是玩左右互搏 他对官僚体系有着绝对的处分悬 但是也可能被他吞噬 承担潜规则所带来的一切后果 明朝崇祯皇帝继位时 大明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为此他绞尽脑汁 希望通过加征赴税多练兵 一举平定叛乱 安定天下 奈何官场的潜规则已经固化 官员们纷纷通过 加征赴税的机会捞钱 不堪重负的百姓 又纷纷加入叛军 这样又需要训练 更多的官兵来镇压 那后果就不用说了 赴税进一步加重 叛军越来越多 形成了解不开的恶性循环 虽然崇祯皇帝严防死守 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官僚体系 但最终还是成了孤家寡人 在33岁那年 李自成攻破北京时 上吊自绩 通过三个方面的观察 作者揭示了 潜规则特别牛的关键 他能够与正式的制度高度结合 不管你是否真心愿意 他会把所有的人都锁死在里面 这种结合最大的推手 是掌握合法权力的官僚体系 尤其是里面那些中层官员 他们一方面掌握了 合法伤害的力量 同时又垄断了皇帝的信息渠道 从而上下其手 想尽潜规则带来的好处 而皇帝与百姓 则处于彼此隔绝的长耿组状态 即使有能力的皇帝 也只能向潜规则低头 更别提任人宰割的平民百姓 总而言之 保卫潜规则的 恰恰是被潜规则侵蚀的制度本身 作者在书中的论述 贯穿着这条主线 自成体系 可以说是相当深刻 到此 通过三个问题的解答 相信你对全书的内容 有了大致的了解 而要读透潜规则 还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点 正式制度之外的 不一定都是坏事 语言是用来沟通 而不是用来主宰事情发展方向的 成文的制度 更像是约定一个共同的底线 底线之上 就一定会有发挥的余地 这个谁都无法限制 在这种局面之下 善与恶是一体两面 无私只是选择了历史当中 极为阴暗的一面 让不少人读出了自己身边的种种不顺 有着很强的心理暗示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 非正式的这片余地 因为更贴近你我的天性 同样也会激发出好的结果来 汉朝的非将军李广就是一个例子 他带兵的方法别具一格 每次出赛作战 别的将领严格按照陆军野战手册来 这里不能安营 那里不便扎站 几时几刻不能停下来休息 而李广体恤手下 对他们不做苛求 行军布阵机动灵活 士兵也愿意效命 反而是打出了一些军事上的经典案例 第二点 潜规则的底层逻辑 也就是利益最大化 这本身也值得讨论 无私是一个意愿论者 他把所有的行为都归因于唯一的动机 就像佛罗伊德把一切都归因于性那样 在这本书当中 他相当认同经济学上理性人的假设 认为书中得利的一方 就算放弃了历史责任 成为后世的笑柄 但是回到现场 他们始终是深思熟虑 理性十足的赢家 这种想法背后的绝望 现在是有了回转的余地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颁给了行为经济学领域研究者赛勒 他的学说将心理学洞察 融入经济领域 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 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决定 其出发点并不是理性的计算 这样一来 我们至少有信心推定 这个社会不可能被 无私揭示的那类潜规则 彻底的吞没 最后我们就来说一说 无私潜规则的生命力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本书 民国初年的厚黑学 作者是李宗吴 他把一个个光明伟岸的 历史人物颠倒过来 说他们如果不是心黑脸皮厚 说一套做一套就不可能轻视流明 此书欲出 厚黑一词便迅速流行 李宗吴本人对这个发明很是自负 他表示不会写自传来推销自己 因为他的名号会与真正伟大的人物一样 自有厚人评说 此书在二十多年前重出江湖 依然是不少人窥探社会真谛的法宝 或多或少的证明 他所言不虚 像《厚黑学》这种揭示国民性 批判阴暗面的著作 能够一而再 再而三地获得成功 说明了《潜规则》这本书 在历史长河当中 大概不会是最后一本 对一般的读者来说 阅读这本书 能够意识到生活中可能遭遇的潜规则 更全面地理解社会运作的机制 再思考一下如何让这个社会 变得更加美好 也就算达到目的了 好 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精华笔记在音频的下方 我们明天见